2022年8月1日的傍晚,在深圳龙岗木棉湾地铁站附近,一辆黑色的比亚迪汉EV突然在街上冒烟并起火。 据目击者称,车辆持续冒烟长达半小时之久。 幸运的是,在火势蔓延之前,消防队员及时赶到现场,进行了有效的疏导和灭火工作。 然而,具体的起火原因仍需等待官方公布。 从网络上流传的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,这辆比亚迪汉EV停在道路中央,引擎盖已经打开,浓烟不断从车内冒出。 随后,车辆的底盘和前机舱部位燃起熊熊大火,消防队员用水枪进行铺角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底盘处再次发生复燃,消防队员不得不进行二次灭火。 事故导致设施车辆的底盘和后排座舱严重受损,几乎报废。 截止目前,比亚迪官方尚未就此次起火事件发表任何声明,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。 值得一提的是,比亚迪在2021年推出了刀片电池技术,并宣称其电池安全性极高,不会起火。 然而,这并非搭载刀片电池的比亚迪汉首次涉及起火自然事件。 此前,也有网传消息称比亚迪汉在一夜中起火,但后来被比亚迪方面辟谣为一起交通事故。 发生交通事故,自己烧起来就不算是自然了吗? 难道是有人放火了吗? 为什么比亚迪会说出如此荒唐的说辞,而且绝大多数媒体认可这种荒唐的说辞呢? 然而,面对新能源汽车事故频发的现状,消费者对于比亚迪汉的安全性也产生了担忧。 那么,你对比亚迪汉的看法如何呢? 最近,在网上看到2023年至9月份的自然统计207起中,比亚迪就占了33起的非常荒唐的说法。 仅在抖音上的就能统计出2023年至9月份,就能统计出比亚迪自然121起。